這個大部分都是客人放行照 對 然後駕照的地方 放下遮陽板車主最常把行照夾在此處 但遺落在車內的還包括 有時候拆到後椅座的墊子 下面有小朋友有掉 或是有掉手鍊 有時候客人就是會覺得說 我東西怎麼不見了 原本就掉在那裡 汽車修配廠及汽車美容業者 每天經手維修或清理數十輛車 有時人進到車內 也會盡量避免誤會 家裡鑰匙不會放在車上 不會放在車上 基本來說就是包包內 整把鑰匙不接那就很麻煩 都不建議證件信用卡 或住家鑰匙都放在車上 如果可以的話就帶走 要不然避免說 有人看到你的身分證 然後又看到鑰匙 就照著你的身分證的後面地址 拿著鑰匙去開你們家的門 過去就曾發生 快木一品店員工 複製舊東家鄉行車鑰匙 在開車潛入對方家中 偷走高單價快木一品 除了車鑰匙之外 其他如住家鑰匙遙控器感應卡等 絕對不能以車鑰匙 一併留在車內 以防被複製到考後的切到行為 為保險起見 任何需填寫各自的活動 都需謹慎 有一些文件 牽涉到電話號碼 身分證字號 客人的住址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用碎紙機碎掉 一般連鎖的修車廠 或是汽車美容液 愛惜羽毛珍惜得來不易的評價 面對與客人間 可能產生的任何爭議 都會謹慎面對 三天出雲章的智晨一節